大家好,我是桑普 大家知道六四的周年,三十二周年也都快會來了 當然香港本地的新聞也會有很多涉及這一方面的東西 六四紀念館第一天的重新開放之後 第一天的入場人數都有一百六十人 相當不錯 希望大家可能把握這幾天的時間 我上次的節目也和大家講過 希望不要逼在六月四日晚上去 希望在其他地方一起參觀一下這個紀念館 可能也會比較舒服一些 因為人會比較錯開一些 而且也避免你們承受不了的風險 也支持支聯會所辦的六四紀念館 我也呼籲大家去 大家知道在風高浪尖的情況之下 大家都很擔心支聯會未來的前途會是怎樣 會不會首先對付黎智英 四十七個人之後 逐步逐步收莫 對付支聯會 蘋果日報 立場 眾新聞 甚至無職工盟下 即醫管局前線員工的問題 這些情況 我覺得 一步一步已經鋪開做 這個劇本 還寫在共產黨的一個 自己的曲譜裡面 大家看看如何做 大家知道吹風的東西 越吹越多 大公文匯吹得越來越盛 而且看得到這個 5月31號 即昨天 田飛龍 這個聲稱是護法之一 也都是講很多什麼 忠誠廢物論那個 就是這個田飛龍 其實田飛龍說忠誠廢物論 就是正正剛剛講的 689那個video一樣 中共是不斷 就是鄙視討共的 你們這些是忠誠廢物 廢物才搞成這樣 你什麼本事 你的本事已經搞定了 所以這些忠誠廢物論 代表中共來講話的 這個田飛龍 他就是 做這個結束 他就是在講支聯會的問題 他是不是真的代表中共講話的喉舌 我不太而知 但肯定就是中共拿他來做黑面 這樣玩一玩來 試試風向 或者幫你 就是嚇一下你 之後才這樣再打你 這個極有可能 田飛龍做了中共的走狗 是做些什麼呢 他就說 支聯會的結束一黨專政 這六個字 是一個顛覆綱領 是應該刪除 或作出重大的調整 以符合基本法的內容 否則 就是無法與國安法的新秩序 去商用 或者是以當年處理香港民族黨的方式 去取締支聯會 這種說法 還有引申的 他說 基本上 支聯會是長期踩住 危害國家安全的紅線 去取締它 既有現實性 亦看到它有違法性 他說支聯會 是組織 綜織 綱領 和行動 即是三方面 組織 綱領 行動 三方面 都是標誌性的 海外民運的機構 海外民運的組織 而是利用1989年的事件 的政治遺產 不斷去做一些危害國家安全的工作 這件事就是田飛龍的解定 當然 這樣的說法 是否一定會去取締呢 沒有人知道 因為最後 去玩show hand的人 是習近平 OK 他會怎樣去對付支聯會 是一件事 但是已經在吹這個風 大公文會 也在吹這個風 去做這件事 大家知道 這個就是那個line 已經很清晰了 就是說 什麼時候真的會 中共下命令 叫777 叫李家超 去做事呢 這只是時間問題 我覺得這件事 也不可能拖得很久 這是我的估計 我當然極度不願意 這樣的情況發生 但是我看到客觀的形勢 是很難去避免 那現在很多的一些 在支聯會下面的機構 或者人呢 也都是公開宣佈退出 要是以淡出的方式 去慢慢脫離開支聯會的一些 重屬關係 那你會看到 各方面的事情 是很不好受的 剩下的 好像以前 就是搬完那一首歌 十個救火的少年 最後是否剩下多少個人 留在支聯會裡 在考驗著大家的勇氣 和堅持 我覺得 支聯會在這個時刻 是不是真的要放棄這個綱領呢 我上次的video都講得很清楚 我覺得 不應該在substance做妥協的 在那個 是不是在維園裡 扮燭光晚會 這件事可以妥協 不是妥協 這件事可以忍受 可以轉陣 這個我跟它妥協 是轉型 Be water 但是在實質內容方面 你如果是Be a water Be jelly的話 那你就整個 道義基礎的pillar 就會一聲淋散 那你說 結束一檔專職 已經算是 踩鋼線 那如果說 推翻共產黨 那就更加 是顛覆國家政權 那蔡耀昌 身為支聯會的秘書 他就問 他說 你這個田飛龍講這番說話 都沒有清晰的法例的依據 蔡耀昌 我告訴你 共產黨做所有事情 共產黨這些喉事做所有事情 從來都沒有清晰法律依據 誰告訴我 清晰法律依據可言 你說你顛覆就是顛覆 說你串謀顛覆 煽動顛覆 說你怎樣都可以 說你顛覆就是顛覆 說你首要分子就是首要分子 說你是積極參加 其他參加的參加 其他參加的參加 全部是海鮮家 任他定的 他是跟人的 不跟市的 隨他心意而定 所以不要有僥倖的心態 香港的司法已經完結 你不要依託於一些理性的 邏輯的 或者是法律上的分析 來看共產黨 那就是 差之毫利 謀之千利 問題在於他是不是有清晰法律依據 不在於這個地方 問題在於 人家是不是要借去那個地方 而你會不會妥協 我覺得如果是華叔在世 或者是其他人士在這個地方 當政支聯會的話 會講得很清楚 結束一黨專政這六個大字 是不是要繼續講下去 講這句就行了 是嗎 要還是不要 擺還是不擺 堅不堅持 這些不能無战略的 你不可以說戰略模糊 我們就講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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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就跟你說不要追究屠城責任 最後什麼建設民主中國這些大中華膠的事情 你都不用說了 你連自己的綱領都堅持不到的話 那你還見什麼設民主中國 不要開玩笑了 還有什麼結束一黨專政 開玩笑了 堅持這件事 堅持你說到這個說話是重要的 寧願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樣的身為之下 轟烈地被人家蓋走 都不要做任何不必要的妥協 這一點是我的想法 那當然要離開的就離開 要淡出的就淡出 要站在那裡 引刀成一塊 松茸作楚愁的就在那裡做 這個時間是比你還有機會翻身 比當年五零年的時候土改 殺幾多地主 今天晚上拖出來就斬頭 人民公審就斬頭 三反五反反狐風 之後就搞三面紅旗 沒得你預備 急風驟雨 當時共產黨這樣搞 今天共產黨是這樣的方法 來處理這個支聯會的問題 我會覺得就是說 支聯會你自己要 要堅持自己的道義基礎 這是第一 第二件事你要Plan B 今天如果支聯會真的接了 你是否有很多不同的小飛船來做 當一個大戰艦被人轟炸 全然爆炸 斷開鐵達離號 那我問起了 其他的小飛船 是否一窩熟 喬起算數 你們有沒有想過 如果你們經常在想 怎樣保存支聯會 怎樣保存支聯會 你想一想 這個格局 是否太小 不是 如果你今天是想 繼續一個延熟獨獨 悼念六四的星火 我想問問 你是不是應該要做定 Plan B Plan C去做 有些事情 未必你需要和我說的 但我從新聞各方面 你的應對進退裡面 我發現你們是沒有這樣的打算 而我發現到 你們是否應該做好這個打算 支聯會三個字 這個招牌 即是寶芝林這三個字 這個招牌 就算沒有了 只要有 繼續有人去做這件事 carry forward 繼續得到 天安門母親 民運人士 各方面的認同 有公信力的 就可以去做 你是不是要保存這一堆的實力 如果你說沒有的 算數了 我們就轟然這樣 一招和 這樣就曬冷 支聯會三 那是否一件好事呢 我覺得大家要好好的去了解 好好的去做 跟共產黨鬥 如果你想著 不其功於一役 或者是 我們就要拿一個光環 之後我們轟烈犧牲的話 那我想 四個大致感 你知道 無以為計 誰傳承歷史 誰繼續 可以每年 不斷有個聲音發出來 來和全世界 說回這段歷史的故事 正如6月9日 一樣 612一樣 香港的反送中運動 不是更加值得去紀念嗎 所以很多網友都說 對564不是我們的主菜 我覺得完全同意這種說法 我甚至沒有認為 要將612 或6月9日 正為一個 香港的 悼念的一節 因為他當中 牽涉到多少人命的損失 由梁寧傑 到周子樂 到陳彥林 還有很多很多 無名無聲的人 被性侵犯的 被殺的 被傷害的 被囚禁的 被流亡的 被失蹤的 有多少 大家自己想一想 素艷 千計萬計 這班人 究竟 我們是否更加需要去關注呢 六四 來很多年輕人太遙遠 但是這件事 是血腥的歷史 我們不會忘記 但是六四過後 我們面對的69612 我們更加需要大聲疾呼 因為那件事 是對香港人更有切夫之痛 同時你會看到 天安門母親 也都發表了祭文 在5月31日的成立 發表了祭文 他認為 解決六四慘案是中國共產黨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迴避不了的責任 應該鞠躬謝罪 也有一些不願具名的人 向《蘋果日報》透露 就是說 他是明白到 港府因為疫情的原因 而禁制這個選舉 這個是可以理解的 他說疫情之後 就不可禁了 這個就是一個重點 所以我就說 今年 千萬不要中一個圈套 就是說 死頂要在維園裡辦 幸好支聯會也摘線而從 不會在維園裡辦 這場的聚會 導致起碼不會人家說 以疫去掩斷 這個很重要 保存自己的實力 但是這個實力的保存 要彰顯你道德的其次 這個是 你揹著十字架去做 所以這幫天安門母親 的某一位人 不願具名的人 所說出來的這番說話 我也覺得 就是說 雖然不太合聽 香港人會覺得 什麼可以理解 什麼可以理解 不可理解 是 我們當然不可理解 但是我們就是說 疫後不可禁 疫情過後 以後就不可以再禁了 就是下年來看著辦 當然啦 天安門母親仍會堅持 在萬港公務做拜祭 他都很不奮 就是說 到時至今日 當局 中共當局 一直都不肯公佈死傷人數 也都不准去 任何紀念 也都不准去追究責任 也都封鎖了所有的消息 讓年輕人到現在是一問三不知 他們都認為 八九的民運 是一場和平理性的集會與遊行 反觀島 反貪污 反腐化 不是一場動亂 至今這一篇祭文 天安門母親的祭文 發表了一天 已經有122個人去聯署了 他都要講清楚 天安門母親 很多都年紀老邁 2020年 去年 有位87歲的老人家 叫陸玉寶 和90歲的老人家 曹長仙 已經病逝 相當遺憾 原先想在今年六四 華園晚會 所朗讀的這篇信 提前公開了 是難熟 吳麗雄 的發言稿 她的丈夫 陳心霖 在六四的槍林 彈雨之下 被槍殺 也提前發表 當時 陳心霖 和吳麗雄 夫婦的女兒 只有八歲 現在已經長大成人 所以看得到 很悲哀 那麼多年以來 對於天安門母親的群體 也有很多人 給人道捐款給他們 丁子林 以85歲的高齡 希望大家 終止人道捐款 為什麼呢 因為她認為 很多很多年紀老邁的人 已經 魂貴天國 另外就是說 一些當時的圍姑 都已經長大成人 已經可以有工作 養到自己 而且又有疫情的原因 更加不方便 那些人四處去走動 所以 丁子林就覺得 多謝大家 這麼多年來的捐助 就希望大家 不需要再做這些了 那麼我覺得 一個她不說的原因 就眾所周知 現在風聲很緊 在中國共產黨的治下 毛鄧剛胡習 除了毛之外 鄧剛胡習 是現在這個時間 整個專制鐵桶 專政暴政 那種這樣的力量 是最大的 不要看中國 就是叫做 就是 燈紅走路 很多錢這樣 其實她的暴政的烈度 是相當強 所以看到 對付所有 不同意見的人 稍為不同的意見的人 稍為有獨立思考的人 他們會用很大的重錘去出擊 我希望大家明白到 這些點 而知道 我們抗爭未死 我知道 五三零遊行 黃婆婆 一個在深圳居住的黃婆婆 也被人抓過 下來 繼續做回她要做的事 被人抓了 一個人 舉著紙牌 就走去中聯辦 的路上 就被人抓了 說她什麼呢 非法集結 我真的笑到 就趴在那裡 一個人怎麼非法集結啊 大哥 警察有沒有常識啊 我一個人 拿著個蠟燭 拿著個紙牌 去走路 我怎麼非法集結啊 所以我想看一下 黃婆婆 黃婆婆 她很勇敢 很勇敢 很勇敢 她是每一次抗爭運動的icon 來的 我希望她吉人天上 身體健康 保持自己的鬥志 保持自己的精神 保持自己的健康 這一點是相當重要 所以看回田飛龍 看回天安門母親的講話 我們會更加清晰就是 這段血寫的歷史 絕對不會那麼容易放棄 我不是大中華教 我無意要跟 什麼建設民主中國這件事說 我希望香港 能夠自己的 用這個模式 做好 不是這個模式 參考六四這個堅持 是不是堅持 每年都要有一天 6月9日也好 6月12日也好 或者其他日子也好 721831各方面的 統一一個日子 一個日子 能夠好好地去紀念 香港的反送中運動 是不是 我們知道雨傘運動928 很清晰的一個日子 反送中的開始 就是6月9日 或者6月12日 集一二行 612就是正式 警民衝突的時候 其實6月9日晚上已經開始有了 所以就說 集一日而成為了 我們的一些紀念的東西 而我本身也都會台灣 亂同其他人 一起去舉辦一個 6月9日的網上的記者會 去彰顯 反送中兩周年的活動 是會正式開始 我都期盼 在未來幾個月之後 會在台灣疫情舒緩之後 舉辦一個 好好地辦一個集會 能夠將這件事好好辦起來 很多新資 舊魚 一起參加 在台港人 講越台灣人 會跟台灣人 心連心 手牽手 繼續走好這條路 我希望 大家給我 和我們台灣香港協會 一定的支持 可以出錢出力 看多點我們的YouTube頻道 看完廣告去 另外呢 亦都會加入我們的Patreon 連結就在這個YouTube的下面 可以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 去幫助我們協會的營運 和開支 因為去很多的應急 和很多的支援 甚至很多的活動 可以做到很多的溝通 以及彼此的幫助扶持 是缺少不了大家的力量 多多益善 少少無拒 好多謝大家 能夠支持我的Patreon 收睇我的節目 遇到多謝大家 能夠好好地這樣 說真話 行公義好聯盟 一直這個精神 是上帝的精神 我們踐行上帝的路 繼續走下去